在体力消耗极强的NBA中,中场休息时球员都会吃什么补充能量,大家都知道NBA一场比赛的常规时间为48分钟,但一整场比赛下来,基本上,都要2.5个小时,而对于球员来说,他们打一场比赛的时间准备时间比比赛时间还要更长,他们需要赛前热身等准备动作,一场比赛怎么的都要5个小时左右。 而在这5个小时中,NBA球员都不会选择吃得很饱,那么再来到中场休息时他们是如何补充能量的呢?一般在中场休息之前,工作人员都会提前准备食品,以此来方便球员在半场结束之后就能立马补充能量,而这些食品一般都是香蕉、披萨、巧克力、汉堡、沙拉等能高热量的食品,这也是许多球员首先的东西。 当然在这些食品中,没有球队会选择猪肉,因为这东西并不适合NBA球员,而他们基本上都会选择肌肉类的东西。 当然,并不是所有球员一到中场休息,就会吃东西补充能量,有些球员只会喝一下咖啡提提神即可,还要些球员会往往进行轻松。 所以对于NBA这个联盟来说,他们为何能成为全球最顶级的篮球联赛?这都是因为全联盟方方面面做的都非常周到,就连中场休息时,都会提前准备食物,返回CBA球队。 他们在中场休息,肯定的没有NBA那么周到了,即使有吃的也会随便吃一点,你要知道我们的赞助商位白海水。